日本10月31日舉行了眾議院大選 首相岸田文雄所領導的自民黨獲得多數席位 儘管岸田將繼續掌權 但這意味著他必須面對一系列外交和安全挑戰 其中最勒手的挑戰就是如何與中共打交道 岸田文雄如何在美中競爭大框架下 處理日美同盟和日中關係 如何應對北朝鮮帶來的安全威脅 以及如何緩和與韓國的關係 都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而其中日中關係最惡勒手也備受關注 隨著中共不斷升級在印太地區的挑戰 日本更傾向於向美國靠攏 首相岸田文雄10月31日表示 熱切希望儘快訪問美國與拜登總統會面 日本共同社報導為了應對中共在政治、軍事和經濟方面的迅速崛起 岸田文雄和其他高級官員表示 日本還將在四方安全對話框架下 與美國、澳洲、印度等國家加強關係 但這種做法持續導致日本和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之間的磨擦 明年將會是日中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50週年 日本官員和安全專家認為 中共對台灣的強硬立場 而且從未放棄武統選項 是日本面臨的最緊迫挑戰 如果中共對台灣加強軍事壓力 美國很可能會尋求與日本合作保衛台灣